今天要來介紹一道 适合十個月以上的寶寶副食品 鮮菜鯛魚 蔥米粥 需要的材料有 鯛魚 烤米飯 鮮菜 以及紅蘿蔔 準備好材料 就來看看營養師的示範吧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鮮菜鯛魚粥 因為其實這個是為十到十一個月 或是十到一歲的小朋友設計的食譜 我要提醒大家 粥的部分在這個年齡的時候 其實他們真的已經可以吃到很濃稠的粥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臨床 還會看到有些媽媽 還是繼續給他們冰磚 然後打得稀稀泥泥的 可是因為這個時候的孩子 他的需要的熱量又更多 因為他體重增加 他需要更多的熱量 可是如果你都是稀稀泥泥的 相對水分多 熱量就會變低 所以像我自己的煮法 我就會是用這個飯再加水來做粥 那我們今天就是先加一些飯 然後把它放進來 那如果說煮多了也沒關係 因為煮多了我們下一次就怎麼樣 就是可以留起來 繼續用它 好 那我們讓它這個糙米線在這邊先煮一下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有紅蘿蔔 那紅蘿蔔也是需要比較煮比較久的 那這個年齡的小孩子就是大概已經可以吃到這個 0.5到1公分的這個大小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大概是1公分 那如果說您覺得孩子的牙齒還沒有這麼的齊全 那你想要小一點 我們可以到0.5公分也都差不多沒有關係喔 好 那大概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真的不要再給他們打冰磚了 不要再都泥泥的了 他們長大了 他們需要訓練他們的這個口腔矩胶的能力喔 那你需要給他一些比較是固態軟的東西 讓他可以去做一個矩胶的一個狀態 那有些媽媽就會問說 這個小孩子沒有牙齒啊 那沒有牙齒怎麼咬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他們可是有非常堅強的這個 顎下喔 他們可以用這個顎下去 去捏 再來他們的牙齦喔 其實牙齦是骨頭 所以其實骨頭也有具有捏的一個狀態 所以他們雖然沒有牙齒 但是他們的牙 整個牙口其實已經很強壯了 那我們就把紅蘿蔔 也丟到裡頭 跟著一起煮 那鯛魚呢 相對就是說 它比較容易熟 所以我們最後再放 那鮮菜呢 它相對也是比較容易熟 我們都可以最後再放 那鮮菜的部分 我就會讓它再切碎細一點 那像這個鯛魚呢 譬如說像我自己在家裡頭 我的鯛魚 我就會用電鍋蒸 那譬如說我電鍋蒸的時候 我就先不要加醬 我只有加薑絲 那因為蒸完以後 我就撈一點 先給它 先用孩子的 剩下來的呢 就是我們大人的 我就會再用一些 醬油 再去拌一下 那相對你就會變成 你不會覺得說 你要餵它一個人做一道菜 很麻煩 那我的做法就是把今天有吃的東西 拿來怎麼樣 分一點給它吃 你就不會覺得這麼辛苦了 那我們在煮這個粥的過程 那小朋友到底可不可以吃糙米 對不對 我想大家一定有同樣的困惑 為什麼不能吃糙米呢 他們就會說 因為吃糙米 小朋友就會感覺消化不良 就會看到便便裡頭 感覺好多就是這個米的這個樣子 你會看到它的便便有時候 白色都被消化了 這個纖維就會繼續留著 然後你會打開那個尿布 你會覺得 怎麼有這麼多黑色的 那其實這個叫做消化不良嗎 也可以說是消化不良 但是這個消化不良是好的 怎麼說 簡單的來講 就是因為這叫做纖維 它纖維高不被腸胃道消化 所以它會從這個便便裡頭排出來 那可以排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把髒東西給帶出來 好 那我們已經煮成是粥的狀態了 那我們把我們這個餡菜 還有剛才的這個 鯛魚都放進來 那餡菜呢 它其實是一個夏天的很好的青菜 那它本身其實有這個 如果是紅餡菜 它的鐵質含量會比這個 白餡菜的鐵質含量會更高 那但是白餡菜也是含有鐵質 那另外呢 它的維生素A β胡蘿蔔素也都是很高的 我們可以同時再加一些這個鯛魚 把它放進來一起煮 那鯛魚是一個很瘦的魚 什麼叫做很瘦的魚 相對就是它的優質蛋白質很高 那當然如果說這個時期的媽咪 你還是想要繼續做減重 然後鯛魚片也是一個很適合給我們 就是同時就是寶寶吃我們吃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食材來源 那寶寶這個時候已經接近快要這個一歲了 那有些人就會問我說 那我這時候可不可以給它一點調味呢 其實我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寶寶真的吃得很不好 那如果說像這樣的現象的時候 就會建議那媽媽我們也許加點鹽 那他就是覺得這道菜就是更鮮美更好吃的話 其實也不錯 或者是說我們剛才不是在煮這個飯的時候呢 你的那個高湯 比如說有雞骨高湯 或是昆布柴魚高湯 你就是可以代替我的水用高湯來煮 那這個時候它味道也很好吃 就不一定一定要加鹽 好 那我們的粥已經完成囉 你看顏色有沒有很漂亮喔 其實這個顏色不是只有我們喜歡顏色好看 那孩子們其實也很厲害 他們也喜歡漂亮的顏色喔 哇 你看 有綠色 白色 紅色 是不是這個顏色真的很美喔 那因為其實10到12月的孩子喔 其實他們真的不再需要吃這個泥狀的東西了 所以他們的稀飯已經或者是乾飯的狀態喔 就是要煮到像乾飯也可以軟乾飯 他已經可以用他的牙齦 或者是用他的這個上顎去把它撵開來 所以他不需要煮到很稀軟 稀爛 它其實是有顆粒的狀態是OK的 好 那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蟹菜鯛魚粥完成囉 一歲左右的寶寶 要適當刺激口腔的發展 可以不用煮得太稀糊喔 這道蟹菜鯛魚粥 有蟹菜以及紅蘿蔔的營養 草米也有整腸的效果 鯛魚除了可以幫助寶寶腦力發展 對媽咪們也有很好的減重效果喔 所以這是一道媽媽寶寶都適合的粥品 蟹菜鯛魚粥 快來試試看吧 好 再見